由十六浦出發 用兩條腿走 其實已經去到很多地方吃喝玩樂了 不過有時乘巴士都是另一番風味 不如今次就帶大家去體驗一下乘巴士 你十六浦當然乘坐十六浦巴士 十六浦對面馬路就是巴士站 上了十六浦巴士之後 在封信堂街站下車 對面馬路向遊行 去到俄眉街 就會到達Cat Cave Cafe 真是話 這麼快就到了 貓貓我來了 在貓洞這裡 貓貓都是一份子 牠們可以無拘無束 自由自在地融入Cafe當中 除了有貓星人之外 有時有些主人都會帶來汪星人 貓狗就可以和平共處 通常貓都會比較酷 但這裡的貓貓就不一樣了 不只不怕生寶 出極知識地人 會自動幫忙招呼客人 哪有貓是不吃魚的 就是熊貓咯 我就是不信有貓不吃魚 我就專門要點些有魚的菜式 來測試一下牠們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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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應該很聰明 不知道貓貓是否拉不拉呢? 禮物包含了人體無法生產的必須胺基酸 是養生營養之選 還是減肥素生佳品 想知道多點 可以看看餐牌裏面的詳細介紹吧 如果你想和你的愛寵一起用線的話 記得預早訂定動物餐單 你看看肥仔吃得多開心 剛剛胃口而已 其實魷魚也有個魚子 還加上麥魚汁 媽媽又好喜歡玩波波 不知道這兩味又如何呢? 日式介末魷魚芝意粉 QQ芝士流心小丸子 原來裡面是麻薯和芝士混在一起 味道很濃郁 好像硬硬的 有芝士香味 很好吃 好 先試一下麥魚汁意粉 有驚喜 芥末味和一般的麥魚汁意粉很不同 有趣有趣 我認我們是比較餵食 就是想吃又不能吃 就走過來看看也好過沒有 食物就引到貓貓眼睛 而飲品一樣都吸精 拉花六層烈梯 紫薯3D拉花熱朱古力 嘩 美得真是不捨得喝 想拍握like照就要快了 因為拉花維持都不是很久 最後呼籲大家了 如果想養貓貓的話 就記得要領養 不要浪費錢去買了 還可以救回貓貓一命 還有貓洞這裡還有捐款箱 大家可以捐款給澳門愛護動物協會 為貓貓出一分力 Cafe不止有貓貓走來走去 牆上還有很多手繪貓貓碑畫 又有很多貓貓箱 環境充滿貓貓之外 店主都是愛貓之人 喜歡跟客人聊聊貓經 又會很慎重幫貓貓找領養主人 愛貓之人真是要到此一遊 如果不乘搭巴士 走都是十分鐘左右 有收老婆出發 轉右走 沿著火船頭街 走到河邊新街 轉入里加六街 再沿著打鐵斜行 直走到鵝眉街 就會到達Cat Cave Cafe 你收老婆隨時有驚喜 下一位幸運兒 可能就是你 現在來到MJ Cafe 我身邊就有很多位幸運兒 不如請我教育的幸運兒 跟我們十六圖說張生日快樂 十六圖八周年 生日快樂 謝謝 生日快樂當然有利是派 恭喜 多謝來消費 再見 澳門十六圖與你同慶八周年 精彩禮遇火熱送上 期間限定禮品換領 逐禁禁後大抽獎 食玩優惠八重相 想擺下還有什麼優惠 那就要快點來十六圖吧 想收到十六圖最新資訊 還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 快點加我們吧